县府文化局文物陈列室 增长出曾天汉陶艺玻璃创作展 曾天汉从小受父亲 也是台湾之身陶艺家 曾明南的熏陶 对工艺产生浓厚的兴趣 过去留学沃罕顿大学 学习玻璃艺术设计 回国后加入父亲创立的虎山窑工作室 专心从事工艺创作 欢迎爱好陶艺玻璃创作的乡亲 历领文化局参观指教 曾天汉毕业于嘉义农砖 由于生长在陶艺家庭 从小耳朵木人 自然对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他上场将陶土的不透明 与玻璃的透明一体成型的融合 创造新的美感特质 其装作方式分为技术面和艺术面 秉持的技术面越宽 艺术面就越广了原则 先使自己搭配 不管是陶板 泥条、挖空、压膜 每一种技法与细节 皆去学习、锻炼 强化记忆的学习与生化 作品也不受限单一技法 如陶石柚、铁红柚、蓝宝石柚 瓦石烧与柴烧等 皆有涉掠 玻璃创作 正以玻璃垂质为主 其作品风格以厚实有力 单纯明快 今年更尝试结合陶石与玻璃之陶波 融融技法展现自我风格 郑天汉作品从2009年起 于虎山艺术馆 大动画中心陈列市 祖山信隆图书馆 新北市陶石博物馆 新竹市文化局灾难市等处展览 其玻璃艺术作品 鲜如纸水 洛选2016年金波奖复合梅材主 陶石创作作品刀销杯 洛选2016第三届 纸巾奖花创艺设计大赛 陶石艺术设计组 郑天汉陶鱼创作时间不算太长 但是各种陶鱼的基础技巧确实稳健 所以作品能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展展至直至起至6月14号至 幻二号陶鱼玻璃创作的乡亲 那点无话局参观指教